免費電腦配音 最像人類的文字轉語音工具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彥 歡迎收看網紅課堂 剛才你們聽到的就是AI配音的人生 是不是覺得很自然很好聽呢? 相信大家都有在網絡上 看過很多那種解說類的短視頻 有沒有發現他們講話都是同種調調 不會有太多的情緒起伏呢? 那是因為很多的短視頻 其實根本就不是真人配音 而是經過電腦合成的智能配音 簡單來說他們是利用文字轉語音的工具 所以可以在短時間內製作大量的配音影片 用電腦配音除了可以確保 語速和聲調保持一致 最重要的是可以節省你的口水 大大提升影片的剪輯效率 網絡上其實不難找到那些文字轉語音的工具 但是免費的大多數聲音的選擇很少 音質很差或者是聲音很僵硬 我們來聽聽這兩個例子 大家記得來訂閱鄭斌燕的頻道喔 大家記得來訂閱鄭斌燕的頻道喔 是不是覺得很僵硬呢? 尤其是那個喔我真的是不能夠接受 那到底有沒有免費但又自然的文字轉語音工具呢? 誒還真的被我找到喔 隆重向你推薦 Clipcham Clipcham其實是一款線上的影片剪輯軟件 它有提供很多很炫的影片模板 但是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它的文字轉語音服務 使用的方法真的是非常簡單 登錄了它的網站之後 點擊Create a Video 再點擊Text to Speech 也就是文字轉語音 在這裡呢你可以看到超級無敵多的語言選擇 單單是華語啊 具有十多個不同的聲音選擇 有男有女 而且還可以選擇廣東話 如果是英文的話呢就有更多選擇了 有加拿大啦 香港啦 印度 澳洲 新加坡 美式發音等等 接下來我們將會用同一個句子 來為你實測它的文字轉語音的效果 訂閱鄭斌燕頻道的人 將會月入百萬喔 訂閱鄭斌燕頻道的人 將會月入百萬喔 訂閱鄭斌燕頻道的人 將會月入百萬喔 是不是覺得很自然咧 而且還可以調整語速 真的是非常方便 完成文字轉語音後呢 只要拖入Timeline 直接點擊Export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啊 到處480P 也就是低畫質 是免費的 720P和FHD 也就是高畫質 是要收費的 但因為呢 其實我們只是要提取它的聲音的部分 所以呢 就可以不用理會畫質 點擊導出過後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 黑色畫面的MP4 那接下來的工作也很簡單 你不用轉換格式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MP4呢 導入到你的這個剪輯軟件 可以是剪映啊 或者是Premiere Pro 然後呢再把畫面刪除 保留聲音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這個教學影片 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有成功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不要吝嗇的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這支影片哦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還想要看到什麼教學影片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 鄭冰彥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